摸过了没有啊 你谁还是妖啊 你怎么还能灵魂出窍呢 我因受伤啊 导致魂魄不稳 偶尔夜间魂魄会脱离肉身 偶尔夜间魂魄会脱离肉身 曾有人告诉我 并非我 只有找到四件神器 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 你到底是谁啊 那去也不会也是只妖怪吧 我说我是神仙的心 你是神仙 那我还王母娘娘呢 你就算不放过 要把我带回你的师门导死吧 你身上没有妖气 是死是活 去看你自己 阳门寿尘将检 正好带你体会清准文风 好好洗涤一下你的妖心 那这样发什么脾气啊 拿一只小乌龟出气 带什么英雄好汉 想 怪不得子凌会睡在棺材里 有这种三辉怪痴之人 竟然被我撞上了一个 好吃吗 好吃好吃 来一个 你挂下人呢在那 这样自己以后会成为长的 不跟女孩子打交道 就如此不照怜向心意 不过我走 不过你躺起来 让你找 剃牙不行啊 不知道鱼摸这个时候在干嘛 我丢了这么久 想必他在急风了 大师兄为你钓的鱼 怎么光看不吃 实不相瞞 我有一位好朋友 他的真身就是鱼 我跟他呆久了 早就不吃鱼了 你不是花锦吗 哪来的鱼可想 你别想着逃跑啊 吃完这顿饭 把外面晒的书都给我拿回来 忘恩负义的小人 既然呢 你说我忘恩负义 那你也别指望我 放你出去 继续 李宗盛 李宗盛 Kath 感谢观看